五国骨痛热症病例节节攀升 为了让大众提高警惕 防止黑斑纹滋生 卫生局不时会突击检查民宅或建筑 一旦发现有黑斑纹解决滋生 就会开出最少500令吉的法单 卫生部长扎利哈认为 这样做或多或少能起到警惕作用 因此当局不打算移除罚款 不过更重要的是还是要教育大众 涉及纪念国家当局되网上 晓利哈在登州超名健康计划活动上指出 从今年1月到7月中旬 我国的累计骨痛热症病例 共有63,966宗 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29.2% 而在同一时间 我国通报45宗骨痛热症死亡案例 同比去年增加136.8%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